這個我們把它處理一下 看能不能讓它不要撞車 那不要撞車的方式 這一part要講解如何讓MG-Lite走路走得飄飄 走路走得飄飄 記得麻煩大家先電腦升級 不知道位置的在下面留言 我會在下面把升級的位置給大家 升級的位置給大家 記得幾個重點 它的力量要調的時候注意 要調到馬上吸住 馬上吸住 馬上吸住 不要猶豫 我們希望它 這個裝法是比較特殊 這不是官方的裝法 這是怪計師這邊的裝法 這個裝法更有利弊 跟大家解釋一件事情 很多時候呢我們都誤會了就是說 一定這樣裝是好的 可是你會上撕掉一個東西 叫做控制 這裡 其實很卡手 其實很卡手 因為這裡的工具 一些按鈕都在這個位置 你會很累 那怎麼辦呢 只能這樣稍微躲一下 這樣稍微躲一下 這樣躲一下 那馬達在右的缺點就是這樣 所以當你的機器呢 是屬於馬達在右方的 叫馬達在右方 那我會建議就是說 你要自己注意這個部分 那馬達在右方 在這邊可以再做一個手機 來做控制 做控制 好 那現在呢 開始講幾個重點 不要裝扯 阿貴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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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福貴 好 現在這個 用的是一個 麥克風呢 是無線的 好來這邊看一下 我們待會拍一拍到的那個範例 那麼走要走得漂亮 告訴大家 穩定機拿到你手上只有七成 你要人機一體 一定要經過條餐 跟新的韌體更新 才能夠達到九成 剩下百分之百的 剩下那十趴 就是靠你的技術 走路 還有後期 這幾個方案 才能夠完成百分之百 你不要認為你拿到 就能夠拍得漂漂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破水瓶要學 破水瓶先看一下 那破水瓶呢 各位看喔 利用身體喔 才能破水瓶 那你用手當然也行啦 可是呢 身體更漂亮啦 全世界最大的油壓血 你也 裂 裂 裂靠腰 再來呢 我待會拍大概這個東西 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走路要走 我們這個叫慢走 可以這樣走 抓這個位置 記得走路要抓這個位置 一二三四 抓這個位置拍 這樣子 如果你是單手持 你就這樣子拍 那如果雙手持 我會建議 走路的時候這樣拍 那最好拍是這樣拍 其實用到最後 最輕鬆是這樣子 這樣是最輕鬆 那因為這台機器有個特性 就是說 這位大哥裝得快拆 那麼肩帶還在 重量整個結構改變 加上它外翻一幕 所以呢 他在那個 在做低腳拍攝的時候呢 會有點卡車卡車 那卡車卡車沒關係 待會再幫大家解決 那這兩個勾勾呢 就是傳說中的兇器 那這樣子拍是最漂亮的 手不要出力 手不要出力 含著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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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ry666666 你都沒在上班你 哇 Marie你真的要頒個全景獎給你了 Marie還有Mars 大家都在上班 剛剛有一個私訊說 他被老闆抓到了 為什麼 他一直按讚 你按讚你老闆也看得到你在讚什麼 好 記得 這個動作做下去之後 你的東西就會飄飄 然後呢 左右呢 你會發現它有一點點 跟著慢慢的 跟著慢慢的 這是另外一個技巧要注意 這樣才是對的 你在走路的時候 就是會有這種叫做左右 這叫做藥 藥 這個藥呢 如果說你沒有留空間給它 它會變成這樣子 對 嗨嗨 也就是說 你不調它 你不調參數 它原始給你的時候 你會嗨嗨 因為人在走的時候 會藥 會藥 那肉 這樣子呢 是走路最漂亮的方案 那BOSS呢 為什麼走路漂亮 是因為BOSS都夾著這邊 夾著這邊 然後拖著地在跑 所以呢 我不會shake 我不會shake 好 這要注意 那我們待會呢 針對這個東西呢 拍一些注意事項給大家看 好 那現在用的是這一支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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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回音 對沒錯 有一點回音 故意的吼 增壓效果 超突炮 那我這錄起來呢 老哥你回去也可以複習 吼 都會留在臉書上面 那這一集呢 叫做MG-Light路跑 MG-Light路跑 那每一個機型都不一樣的參數 那你要記得吼 先去升級 先去升級什麼呢 先去升級它最新的版本 那不知道連接告訴我 我把連接給你們去升 吼 那緊接著開始 好 注意 來 先生幫我抓一下 不好意思 不怕怎麼穿給你 叫PETER PETER PETER你的空間還允許 做一點點這樣的動作 還允許 還允許 好不好 看喔 OK的 這重要吧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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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待會拍一下 這個走路示範 首先呢 走路第一招 手 像抓小鳥的力道 不能夠用力 含住它 抓小鳥大家都會啊 這不用老師示範 抓小鳥的多大力 你就多大力 兩邊都是抓小鳥的力量 記得 尖在空氣中呈現一直線 一定要一直線 那為什麼要一直線呢 這個不用問 沒那麼多為什麼 照做就是 大家看我的肩呢 在空氣中是一直線 不會這樣 正常的走路是 會有上一下子 那 專業的走路 專業的走路 這裡呈45度 像跳探戈 發探戈 一直線 第二件事情 一些小技巧 你如果是跑路 一定是這樣拍 跑路 記得跑路是這樣拍 這樣抓 這樣抓跑路特別漂亮 這樣抓 這是抓拍跑路 再來 拍馬虎 記得齁 過去我們都是用退後的拍 就過去齁 退後的拍 但是教大家一個原則 以後要這樣子拍 要直後走 才安全啊 另外一個拍法 記得齁 另外一個拍法 一二三 可以進來沒有關係 不好意思 大家看齁 另外一個拍法 是這樣拍 我沒有穿幫 我沒有穿幫 那麼新郎新娘進場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們拍婚路的人都是把鼓拍 你這隻眼看不到路 你也嚇死去拆死小朋友 照boss剛剛的拍法 你拍出來畫面不會怕怕的 那阿嬤 我們以前是 我們以前是後面一個搭腰 我們有一個搭腰 然後拍 還會去踩到他的腳 我們以前 那種分離式的 阿嬤 你那個時代還有分離式嗎 我們那時候還是拉 Cable 搭腰 我們以前是 一條一恩機 拉一條Cable 背一個Potable 那個 就只能靠 靠 靠 很慘 好 這是另外一個走法 再來齁 破水瓶齁 破水瓶比較少用不到 通常是拍MV的時候 或者新娘的那種小昏路 那個叫做他的小MV 好 再來 跟拍狗的時候 死到很忙 你根本就跟不到你的那個 跟不到那隻狗 因為我們現在走的是 貝茲曲線 是屬於 S型的 那 那種S型的曲線呢 它就是會有滑順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要拍的是什麼呢 死狗 死狗一夢中 看喔 破五龍五獅 很快的那種線性節奏 高速的線性節奏 就抓著這裡 含著它 讓這兩個軸去作動 那譬如說 有時候我們要拍一種 那種叫做 位移的畫面 速度位移 所謂速度位移就是A點 運進到B點 好 這個是B點 咻 定點 好 我手去摸到搖桿 記得操作這件事情 不要去甩到搖桿 好 瞬間位移的方式很簡單 你看好 這裡含住 好 這個畫面OK了 好 我從台北要去高雄 咻 一流煙手放掉 台北就到高雄 那麼這就是一種很線性很高速的跟法 不然你看 我這樣動的時候 其實鏡頭沒有很快的跟過來 那BOSS一定是用這麼柔順的 但是也被人家虧 BOSS你這個 Delay 我只能說 對對對 BOSS的東西都 都會lag 拜託 不要 有各種用法 那BOSS喜歡 這種lag的拍攝方式 它的畫面在pan的時候 才不會有過甩的問題 好 那個呢 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因為有一股類味 有一股類味 皮特有沒有一種 脫胎換骨的感覺 沒錯 因為它剛進來的時候 我感覺它有點 好像卡卡 對對對 研究室就會感覺 對 最主要是參數它沒有進去 那 將BOSS的參數放入之後呢 哇一整個不一樣 一整個不一樣 現在是Lock 你Lock之後呢 再講大家 再教大家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如而拍 如而拍直線 不好意思我摸到麥 如而拍直線很漂亮的穩定 用Lock 這個燈很亮 按一下 按一下 你不管怎麼走 畫面都是咬住的 直線可以這樣子拍 直線可以這樣拍 直線可以這樣拍 那要拍得更好呢 直線跑路 直線跑路 Lock 按下去 直線跑路Lock 按下去 直線跑路Lock 按下去 它畫面就不會碎晃碎晃的 效果會好很多 那參數記得齁 那另外一種拍法齁 就是 貼地的低腳 貼地的低腳拍一拍 貼地的低腳拍一拍 直接切上來 要練到無縫 齁 那切上來你甚至是 天花板到去的 也就是說 你可以練到無縫 是 零公分 一直到三百多公分的高度 做一種所謂的 Till Up的這種 Crain運鏡 Crain Up的運鏡 好 最後呢 還有一個訣竅 齁 就是 吊臂 吊 吊 在未來我們會發展 他的吊臂系統 讓他吊上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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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他的雙手持的姿勢呢 還有放鬆的方式 這邊一定要記得 你會累 你要看醫生啊 手基本上是扶著他就好了 不可能會累的 如果你太累 你要問你太太 應該是你太太造成的 然後 記得 手要輕 心要巧 好 好以上 那麼 可以放這位 Peter回高雄了 可以放心 幫他我們去 謝謝 太讚了 脫胎換骨 真的 小朋友對這個有興趣嗎 有跟上來嗎 沒有 他們沒有 跟我們家的一樣 有興趣 那 我怎麼會一直拉掉 可是我是覺得 那些畫面 本身有一點 而且 油蜜 就是有油蜜 才好看 對 好 拍一拍不記得 過去我們 就是用退後的拍 就過去 退後的拍 但是教大家 一個人 如果要這樣子拍 要自合照 太安全了 很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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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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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視的杜兄 你好 謝謝 余恩 郭維銘又賺到了 謝謝 謝謝 柯道觀察謝謝 林建宏謝謝 建宏你要特別學喔 記得要去升級 還要記得調參數 調BOSS的路跑參數 那 WANG CHIH1 也是天天報到的 MARS CHEN 謝謝你喔 MARVIN CHI 謝謝你喔 戴老師謝謝你喔 阿貴謝謝謝謝 謝謝你們上線來支持 謝謝謝謝 好 那 這一方面的一個 鎖定走路超讚 是是是 鎖定走路拍出來的結果 就跟滑軌差不多了 要練到滑軌有沒有一個效果 好 好那現在這個這一趴的畫面 我們再丟到Youtube給大家分享 那你有關於這個升級的部分 有疑問的話 麻煩您就是在下面留話 我們把這個連線 把它連結給各位 好謝謝大家 謝謝這一趴先收線了 謝謝